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接下来要带您看一群后山花莲的陶鸡们 由于黄妈妈她用爱的力量开创后山巧克力梦工厂 希望带着自闭症的儿子 透过做巧克力的过程走出封闭的世界 还有一位来自花莲县寿丰厢水莲村的基农吴国民 采用放养的方式 每天吹海风喝山泉水吃糯米草 以天然野放的方式养出来的黄金糯米鸡 重达四公斤 不仅毛色漂亮 肉质也相当的结实 而且这些后山美食 因为网络行销 让更多人认识与了解它们 天才刚亮 我们驱车来到花莲东海岸 寿风乡水莲村的龙眼山上 寻找着传说中金黄色的糯米鸡 才踏进鸡舍 眼前火蹦乱跳的鸡群 居然是爬满山坡 甚至还飞到树上呢 吃完了 吃完了 来来来 吃完了 吃完了 明乔甚至有的鸡好调皮哦 奋力爬上其他的鸡汁身上 就为了要努力真实 也可以感觉这儿的鸡汁 活动力似乎特别强 主人说它养殖的黄金糯米鸡 规模不大 数量不多 只有三千多只 但最重要的是 它兼职黄金糯米鸡的饲养关键 除了用无毒放养方式 还运用了花园得天毒厚的环境 他说它的养殖秘诀有三宝 就是环境水直耕草 鸡是吹着海风长大的 对的 这边有鸡疗有消毒的作用 对 这是环境的话 就是没有其他的污染 对 然后鸡呢 他们晚上呢 他们不是有一半的鸡都睡在树上 他们尤其是喜欢睡在家东树上 还有那个帆荣原树上 花莲好山好水 鸡群饮用纯净无污染的山泉水 再加上常年吹海风 含有盐分可以灭菌杀虫 鸡之就不容易生病 两个月大后 就可以开始喂食玉米以及糯米草 像我爸那时候在养鸡的时候 每一只鸡的毛色都非常亮 就会发亮 他们吃了这个之后呢 就是不会生病 因为他们的肠胃非常的健康 因为这个糯米草会 就是有那个健胃整肠的功能 它是一种中药的一个材料 所以说鸡吃了糯米草 除了它的肤色非常的亮之后 对金黄色 肉质非常的香Q 这里没有围离 采用天然野放方式 悠闲自在的鸡群满山遍野到处奔跑 比起外面靠打针吃药 短短24天就长成的鸡汁 这里的黄金糯米鸡要长大 可要花上六个月的时间呢 每天清晨三四点 吴国民就早早出门 除了放肆料 最重要的就是要捡鸡蛋咯 你好 我还生了没有 生几颗啊 好 来 好 不要生气 我们正在纳闷 为何叫做黄金糯米鸡的同时 主人端出了这盘 仿佛金黄色的白斩鸡 光看鸡皮色泽 透着鲜黄黄的模样 答案呼之欲出 原来这是皮的原色 而不是油哦 也让我们恍然大悟 所谓黄金糯米鸡的由来 哇 把它翻翻一遍 而这头老板娘取出刚烘烤 香喷喷的铜仔鸡 包包外皮金黄酥脆 一拔开来鸡汁滴滴香醇 肉质鲜嫩一吃就知道 后山的好品质 不能让他静悄悄 老板娘最近可忙得很呢 因为她加入了 花莲后山手工美食群聚聚落 和这群喜欢手做美食的妈妈们 一起让自己的产品 透过网路放上了脸书 让大家都看见 那你相片都已经拍好了 都存在你的档里面对不对 我不会把它放到上面 那个传到FB要怎么用 可以透过这网站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就是 我们一夜的结盟 那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商品 然后做成一个组合商品来推出 那不单是巧克力 或者是不单是米 那我们这里也有鸡肉 有竹脚 我们有不同的商品 都可以用不同的组合来做搭配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可以销售出去 加入了群聚网站 创出后山新商机的 不止婆婆妈妈 还有才23岁的杨淑婷 原先远赴澳洲打工游学的她 在接到母亲的电话后 决定回到花莲 加入家中经营的餐饮工作 为了增加餐厅的人气 她选择透过脸书宣传 效果最快也最直接 而她创业的产品 就从这瓶黄金泡菜开始 严选产自离山高丽菜 而不是一般的山东大白菜 而且坚持不用刀切 只用手剥 就是根据以前传统的 阿嬷那代传下来说 用手工去剥这个高丽菜的话 会保持它的脆度跟鲜度 不会像机器切样 就是都死板板的 也少了它的脆度 这头打酱料 掺入蒜头 萝卜 砂糖 麻酱等 打出了漂亮的金黄色 倒入高丽菜中 经过三天三夜 成就了这瓶台式的黄金泡菜 再透过网络宣传 手做的黄金泡菜 终于慢慢有了知名度 像是这一盘 精美的纯手工巧克力 就是经过网络宣传 让远从台北的老涛 都不远千里来寻找 纯芋头做的 对 芋头跟巧克力做 搭配 这有包线吗 而后山的巧克力店 背后则有段动人的故事 戒指婉约的老板娘黄玉玲 因为好喜欢吃巧克力 年轻时曾在新加坡学做巧克力 先生也有不错的工作 但在24年前 老天爷却给了他跟先生 这辈子最甜蜜 也最重的负荷 给了他们一个特殊的孩子 不是 他小时候有一些状况 都跟一般小孩不一样 他完全不叫人 比如我们一般 也不是害羞 不是 他就是不愿意跟你互动 而且眼睛不会去看你 我以前发现 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在花莲的环境中 似乎比较自在快乐 因此黄玉玲决定辞去工作 聚家搬到后山花莲来定居 就怕孩子无法跟他人相处 一天24小时 全心陪在孩子身边 自闭症的小孩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人际 处理这个人际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是他的 就是那种灵活性 他的激动性不够 为了让孩子在漫漫 人生路上有一迹之长 他念头一转 既然孩子也喜欢吃巧克力 就决定带着孩子 一起卖他最熟悉的 手工巧克力 阿布啊 我们家的苗明整天 都爱睡觉的 对啊 要不然他没事情做 透过边学边聊 看着孩子全心投入 学会了撒巧克力粉 学会了细心装和 甚至孩子从抗拒面对客人 到愿意跟人群互动 让夫妻俩好欣慰 他比较不会怕人群 比较不会怕人群 你说像今天人很多 他可以待在里面 他不会跑掉 可以稍微很自在 对也可以跟大家 大家也吃饭 只是说他不善于表达 浓浓芋头香 拌入白巧克力 滋味好迷人 也有橘色的南瓜风味 都是采用花莲当地食材制作 甚至还有 掺入养生枸杞 成体口味的手工巧克力呢 而人气第一名的 就是外层包裹巧克力粉的 生巧克力 一入口 软棉中拌着巧克力 淡淡的苦甜味 在口中融化 这种苦甜交错的滋味 仿佛黄玉玲的心境 24年来 在汗水泪水夹夹夹中 孩子成长了 手中做出的巧克力 甜了嘴 也暖了心 后山美味几乎全到齐 有踢旁猪脚 鲁大肠 产至秀菇鸾西的富里米 和精美手作的巧克力 大家团结力量大 透过群聚的方式讨论 或是试吃 再放上网络点书上宣传 逐渐累积粉丝的数量 透过网络将产品讯息 推广出去 目前粉丝团里 就有不少的粉丝 是来自于台湾北部地区 透过电脑 直接从群聚网站上下单订购 美味一样传千里 用手指拨一下就好了 我都不为的 从白发苍苍的阿嬷 到年轻的女孩 都可以把自己研发的手工美食 放上无远佛界的网络上 即便完全没有接触过 电脑跟脸书 但为了让自己的手作美味 能够跟台湾各处的好朋友分享 戴着老花眼镜拼了命也要学 有的妈妈带着儿女一起来学习 从学习网路 社群行销到产品摄影 通通都成了婆婆妈妈们的新课题 参加了这个群聚之后 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资讯 我会告诉人家 人家有资讯 其实其他大姐他们也都会告诉我 大家都会互相交易 可以开拓 开拓网路上的课源 就是让我们的经济效益 可以更抵高 坚持和用心 透过无远佛界的网路 和团队合作的力量 让来自后山花莲 纯手工的各种美味 有了不一样的新商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